我们的慢性瘾是占了60%以上的比例 你说占60%还是70%还是80% 哪一个标准各位 统计书记哪一个标准 统计书记仅供敞口 依然可以 只是告诉各位 是个比例上的难道 有的人比例上的多 有的人比例上的少 是这样的吗 是个概念 来我们熟悉一下 这个很重要 有一本书 陈俊世博士学 美国博士大学 巴斯蒂尔大学 他是台大福建科的医生 他最后 从台湾到巴斯蒂尔学号 又读了我们的自然语 当然学成拿到自然医学博士 他这本书已满参销的 吃错了当然会生病 这个理念呢 是不是就等于说 吃对了 当然会健康 吃对了病 当然可以伏地重新 所以说你一半天 我们今天的卫生单位 制定一个食品管理办法 你制定了一个功能性食品 机能性食品 什么名字没关系 那来规范它的疗响 加以管理 在台湾就有个健康食品管理办法 如果一个产商 你要标榜你的这个食品 有什么特定功能 你就要做一系列的 按照西方医学的 科学的角度 来证明它是哪个成分 它达到什么效果 那毒性测试 有没有毒性 等等 就是一系列 类似中 类似医药标准的 这种一个审核 最后你可以 标准这样的疗响 再多一下的疗响 你如果要做第二道实验 这就叫做科学的方法 各位 这叫做 小主实力 用西方人的尺度 来规范东方人的知识 这是一个不妥当的法规 你是不尊重人权 不尊重自然 不懂得什么叫做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这一个法规 但是没有这样的法规 我们总是说 我们站在产家 或者站在民众批评政府 批评立法家的时候 我们产要民众 要不要检讨 对不起 三个字头 只想我们自己 出自烂造 以偏盖权 包商包牌的产家态度 法就是 当这些乱象产生的时候 不得已的两害相前起 亲子 刘兄 法是不得已设的 第一个 第一个立法者 有问题 自法者当然就要有问题 再注意到 被管理的民众 有没有问题 有 大有问题 厂交有没有问题 有 所以我想来想起 假设我是立法者 我也不懂得要怎么立法 无从力气 这个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他就一一的 那一规范 那以后再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在做的 我们所有的健康光临师 你们的资料都送在 马来西亚政府那里 当然他有没有注册 有没有办法 不关你这个 不太清楚 他就是主张 每一样东西都通过一定的程序 最起码要通过专业的文性之后 你就会取得这方面的一个职业的征兆 你就可以去职业 马来西亚有辅助医学的一个法案 既说已经通过了 但是呢 强细的状况 我正在了解当中 我们在做的不少 同学其实我们都有送接在马来西亚 那么就很奇怪了 为什么台湾来跑到那边去呢 很遗憾的因为我们台湾政府 没有这样的法案 但是不管怎么说 人类的东西总是 总是要有一些国家前开始 你看中医是中国人才开始 中国大陆开始 七年澳洲政府才立法 通过了中医的法律法 所以自然医学的法案 会不会在台湾 在中国大陆 会呈现 我相信 就是要有我们这些傻瓜们走在前面 总是要有些傻瓜走在前面 十早一天 各位 政府它是必须尊重民意 但有一天我们在这里开会的时候 你看我们叔叔看 二四六八十 对不对 连我大概就十来位 我们如果十乘十 这一百 一百再才一百是一万 一二十十二百百二千 有一天造成是晚饭的民意的时候 请问这个台北议会会不会来讨论 我们谈到中华资产学法案 要不要讨论 如果他们不通过 我们就不投他们的票 就那么简单 但是今天离我是少数 讲对了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自保 昨天我给欧阳秀老师写的信 我说我们不能闲钱倒盆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我们不能决定气候转化心情 我们可以变到医院 我们可以自保 我们少跑医院可以吗 不犯法吧 所以我们今天提出的主张是什么呢 全民保健 期待全民健保 那有人说 我们抵制缴交健保费 我们不缴 有政治团体是这样主张 就缴健保费 但是没有成气候 但是找到我 我告诉他 健保费一定要缴 但是一定不要用 因为他还有一对的一半在里面 你们就 我们不可以因业分饰 出的一半 就是我们要努力 对的一半 我们要支持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 角度我们的心情 好了 讲到这里了 各位 这个是前面讲过的 现在今天 抱歉一下 你们的时间 要告诉我一下 因为我讲起话来 不会刹车的 10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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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讲15分钟 休息一下 抱歉了 因为 来不及跟你们准备什么 要自求多福 要喝水 要什么 等会我请 请我去看看 谢谢大家